現場繼續來關心到北市府日前 才推出了快篩陽性綠色通道進行分流 今天開始在北市聯誼七大篩檢站 還有三軍總醫院 再推出了八處急門診 只要快篩陽性並且有症狀 現場直接篩檢完 掛號看診拿藥是一條龍搞定 客問這更宣布了 為了防止醫療量能崩潰 將發布行政命令 來提高住院的門檻 未來呢除非是立即危險性 或者需要用到氧氣的病人才可以住院 另外北農染疫超過200人 北市府跟中央拍板所有的員工 還有攤商在未來以篩代格 同時需要快篩陰性才可以進入賣場 北市再度新增本土個案3718人 客問著要防醫療量能崩潰 將發出行政命令提高住院門檻 住院的適應症要拉高 門檻要拉高 讓新冠肺炎的感染者 要擋在醫院跟急診外面 你需要用氧氣的高風險的才可以住院 北市急門診5月2號正式上路 針對快篩陽性民眾院外採檢看診 零藥一條龍 三天份自費症狀藥 分成ABC大人小孩等方案 避免患者進入醫院減少病毒傳播風險 北市七大篩檢站和三軍總醫院八大急門診應變 一介給出肯定評價 但建議高危險因此患者要給抗病毒藥物 應該一起涉及進去 後續可能有發現這些高危險群 就又要那個藥師送抗病毒藥過去 快速的103檢測只要230分鐘就會有報告了 高危險群 那我應該是馬上給他做PC確認他是不是 是的話就開始給藥 如果這樣的話死亡率可以降到最低 沒有錯 問題是量能的問題 打仗打到最後都是打資源 只是台北農產公司確診超過200人 日前就連市場處長陳廷輝都染疫 北市府緊急向農委會溝通 3號凌晨開始 示範所有人都要快篩陰性才能進場拍賣 跟陳其中主委通過電話 所以我們採取以篩代格 所以調集了28000幾類似普篩的方式了 那篩檢出的相關的狀況 我們會用以篩代格的方式 北市府2號也全面啟動 分艙分流居家辦公因應疫情快速來襲 接著是我們想周中林台北到